201 中國新聞社 祝彩球迷再迎福利 彩票365送票到家提供專家服務 2015年7月22日體育新聞中新網北京7月22日 電 姜貞宇 昨天下午 2015中國互聯網大會在北京開幕 彩票365兩商料此次大會 並推出彩票到家產品 實行線上預約 線下買彩的方式 是國內首個銜接投注贊和用戶的信息平台 彩票365 CEO彭錫濤表示 彩票365推出了國內首個移動端彩票專家推薦平台 彩票到家也將成為球迷環境彩的福利 彩票到家平台類似滴滴打車模式 足採用戶可在手機客戶端發起求買彩票 預約需求 投注站可看到附近用戶發起的預約信息 投注站通過搶約方式接受預約信息 隨後 彩票投注站根據預約信息在彩票站打印出彩票 再免費將彩票送到彩民手中 用戶現場簽收彩票後 通過確認收到彩票完成向線下投注站付款 此前美洲杯多場比賽 就已經有一些彩民通過彩票到家 享受到手機端在線預約購彩 在家看球就能拿到彩票的服務 8月份 歐洲五大聯賽將開戰 屆時彩票到家將成為球迷環境彩的福利 與此同時 彩票到家手機客戶端 還有十分詳盡的賽事訊息 包括對陣雙方訊息 比賽時間訊息等 隨著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的出台 國內聯賽的彩票納入競差已被提上日程 彭錫濤表示 未來國內聯賽一定會被彩票365 納入競差的賽事之中 他也十分期待競差的開放 國家政策理好 中國體育彩票競差的消量別將大幅提升 現在國內的球市已經非常火爆 將國康、刁、傑和永昌等比賽 每場都是一票難球 將近四、五萬人到場觀戰 人們對中國足球的期望值很高 我們競差的消量就不止翻一翻了 至於國外的體育賽時 彭錫濤表示會有選擇性的選取一些焦點比賽 還會跟理財產品的週期有關係 會在週期範圍內去選擇 此外 彩票365正式聯合足球部 推出國內首個異動端彩票專家推薦平台 雙方聯合宣布 將發揮各自移動端流量與 彩票專家資源優勢 為彩民提供專家推薦參考訂閱服務 致力於打造國內最大的彩票專家推薦平台 吸引療波叔、蘇群等連H字名專家入住 彭錫濤對於端彩專家的選擇 有著自己的想法 我們的專家目前已經有五十人左右 他們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是像蘇群這種比較專業的 另一部分我們會招募社會上有獨度見解的專家 但是必須有一定的戰績 必須要達到一定的水平 比如連續拆對了多少場等 這樣才可以進入這個門檻 彩票365負責人表示 未來將致力於更加完善地打造彩票生態 將投注站、用戶、專家深度整合 追求為用戶提供極致體驗 並且,彩票365負責還在持續不斷的優化產品、服務 以其為用戶提供更具性價比的產品和更加優質體驗 對嗎 我希望大家可以進去 chemistry 對的各域 有幾個學生馬上 對嗎 我希望大家回家 沒有很多學生成功 對的